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那么我们说RGB的最大值 255三次方之后 可以得到1678万种颜色 那么CMY到底能产生 这种多少颜色 也是非常之多 它不太好统计 因为它是按百分比来说 是不是 它也会很多 但是有这样一个现象 是大家在做工作的时候 必须要注意的问题 要注意什么问题 就是我刚才在结束的时候 最后我问了大家一个问题 我说当你印一个印刷品的时候 新建这个文档 应该给什么模式 是不是 我说新建要给RGB 为什么要新建给RGB呢 新建给RGB之后 因为你是在RGB里面去做 对不对 显示器是RGB的 所有过程做完之后 把它转CMY去出片就可以了 最后再进行分色处理 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 你必须得注意到 作为设计来说 你必须得注意到 什么问题呢 就是这张图 就是这张图 色域的问题 色域的问题 我们刚才说了RGB也好 CMYK也好 它们都是来表现颜色 或者说换句话来说 它都是在重现大自然的颜色 是不是 那么真正的1678万种颜色 算是很多吗 不算多 真正的大的颜色 固在什么地方 在大自然里边 是不是 我们说大自然的颜色 数以异计 非常之丰富 我们所做的所有工作 绘画也好 摄影也好 设计也好 等等一些工作 只不过是在重现 大自然的颜色 是不是 那么重现的过程中 加上你自己 对这个颜色的阐述和理解 就变成了你的作品 是不是 我们就是这样去理解 这些东西 我们都是在重现这些颜色 整个过程 设计的过程 是在重现和组织一些 重新的组织一些东西 那么我们说 除了RGB也好 CMYK也好 我们默认 还有另外一种颜色模式 也是供大家来使用的 这种颜色模式 我们称之为LAB 是不是 我们称之为LAB LAB的色彩模式 它是一个亮度分道 亮度分量的一个通道 再加两个颜色分量的通道 来构成 它也有三个通道 就是一个亮度和两个颜色 比如这张图 就是LAB的颜色分量的值 它是中间由一个亮度 和两个颜色分量来构成的 两个颜色分 一个是绿到红 一个是蓝到黄 这样两个颜色分量来组成的 那么这个颜色模式 大家用的很少 为什么用的很少 因为这个颜色模式 我们称它为一种理论上 推算出的颜色模式 就是说它实际上 有可能并不存在 但理论上 我们可以通过数据演化 推算出这样一个颜色模式 它的模式可以 大到什么地方 非常之大 可以模拟出 大赞的颜色空间来说 我们一般是这样去做 但是理解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有了这个LAB呢 我们把它也对应一下 我们刚才说了 每一种颜色模式 都对应一种媒介 那么我们把LAB 就映射成大赞的颜色库 因为它是理论 推出来的非常之多 我们来看一下 RGB和CMYK的关系 RGB在什么位置 是不是 CMYK在什么位置 是这一根多边形线 这是它的颜色空间 就是它描述颜色的空间 我们惊奇地发现 有一些颜色 有一些颜色 在显示器上可以看到 但是呢 但是呢 不能够被印刷出来 明白了没有 可不可以看到这个感觉 在颜色空间里边 有一些颜色 因为这是RGB的颜色空间 都能够看得到 但是印刷里面有没有它 没有 所以很多颜色在 显示器可以看得到 印刷却印不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我们说了 它是两种截然不同的色彩描述 一种是光的色彩描述 一种是什么 色的色彩描述 是不是 它们俩中间会有一个过渡 那光是直接通过空气传播 就到你眼睛里的 而色呢 是一定要光线反射之后 才能到你眼睛里 它们不太一样 所以这就是你们刚才会出现这个问题 如果你打开Photoshop 做了一张很漂亮的图片 用RGB做到了 最后一步把它转成CMRK 你会发现你的片子 整个降了一个灰阶 有没有这种感觉 有没有这样的经验 是不是 把RGB转到CMRK 它会降一个灰阶 为什么会降一个灰阶 就是因为很多颜色 只能够看到 但是不能够被印出来 不能够印出来 那么这一类颜色 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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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颜色 我们把它称之为 液色 就是水满则 液的那个液 三点水 一个有液的液 液色 我们称之为液色 就是它液出来的 这颜色 这颜色 通通都不是安全色 我们指的 它不是安全色 指的什么 它不是在印刷时候的 一个安全色 它不能够被印出来 那么你说 老师 那么我想表现一块 很纯的红颜色 很鲜艳的绿颜色 是不是就没有办法 就表现了呢 在印刷上面 你要看 怎么去理解这个话题 如果从色质上 跟你显示像看到一样 印出来 是基本上不太可能的 那么 那么是不是印刷 就代表着灰一个调子 说不能够很鲜艳的 不是那么回事 颜色从来不是独立存在的 是不是 颜色从来都是 不是独立存在的 你要理解这个东西之后 设计也是这样 很讲究对比 是不是 这是你最强的手法 你要想画一个人 觉得这个人 非常之巨大 你是不是要扯一张 十米称十米的纸 把它画出来 它就像大 不一定 在一张小的卡片上面 你也能够把这个巨人画出来 你只要画一只脚 然后在旁边画一个更小的人 这个人是不是就出来了 是不是 是不是有对比 就可以出现这种东西 颜色也是一样 你要想表现一块颜色 很红 很艳 你可能在它周围要衬托一些 让它视觉上觉得 能够把这红颜色 更能够衬托和对比出来的颜色 它是不是就鲜艳起来了 所以不存在那个问题 不存在灰阶的问题 而且在印刷里面 我们还有很多印刷工艺 可以让你颜色变亮 比如说加亮膜 其实有的时候加膜颜色会变 但有的时候附一些亮膜 有的时候颜色反倒会提得很亮 反倒会更亮一些 所以有很多工艺 可以让你颜色再变得更亮一些 那么就有很多方式 但是你要知道 印刷的时候跟那什么不太一样 就是很多地方可以看得到 印不出来 那么怎么样保证我这个颜色 一定能够被印出来呢 一定能够被印出来 两个事情要做 两个事情要做 就是说你在开这个文件的时候 要去做 第一件事呢 第一件事 是你在Photoshop里面 做任何图片的时候 不管你做任何图片的时候 比如说我打开一张照片 那我现在 你可以看到这个Photoshop的 这个颜色模式 它是什么模式 是什么 是RGB啊 对不对 这是它代表当前的颜色模式 我现在不需要转换 它的颜色空间模式 它依然是RGB 它依然是RGB 但是我要干一件事情 你新建也好 打开也好 如果我要把它将来要做印刷 现在不要急着转RGB 在什么时候转呢 最后转 但是当前要转的工作 是什么工作 是在视图里面 选择颜色较样 然后把工作中的CMYK 这个选项的go打上 就是说 在RGB的工作款 RGB的这个模式下工作 但是用CMYK的预览方式 去预览它 这样你就不会看到有意思了 明白了 这是要做的一个工作 专业的做法就是这样 Photoshop里打开 打开RGB新建 但是第一步就是 在工作中的CMYK去预览它 我们来看一下会有什么差别 你看这块红颜色 就上面那块红颜色 我工作CMYK预览的话 红颜色是不是降了一阶 有没有感觉到 整个色调灰了一下 是不是降了一阶 但现在片子是什么 看它是RGB的颜色模式 但是用了CMYK的预览方式 在预览 这样的话 你将来不会出问题 明白吧 你看到颜色是非异色的原因 然后我们在去选颜色的时候 也会告诉你 你看你去选 当你去选一块很纯的红颜色 我们说刚才讲 是在通过HSB的方式在选 是不是 当我在选一块红颜色的时候 这块红颜色的色值 你可以看到是25500 代表是一块很纯的红颜色 但是你看到这块红颜色的时候 这有一个感叹号 有没有注意到 这是说警告 打印时颜色不可见 有没有看到一个感叹号 看到没有 那么这块颜色是什么颜色 异色 是异色 你能够RGB看得到 但你印不出来 它会警告 它下面这个颜色块 这就是告诉你 这能够印出来的颜色 你点一下 能够看出这两个颜色 是有区别的吗 是不是 这是刚才的RGB 这是真正能够印得出来的红颜色 所以真正能够印得出来的红颜色 是不是 它会提醒你这两颜色 你要会注意 下面这还有个警告 那这个是一个 另外一个 它是网页的安全色 这是两种安全色 不是外 刚才那时 不是印刷安全色 所以你看 你选红颜色 就不能选到这个位置 只能选到这个位置 明白了吧 那么这两点是需要你注意的 这两点是需要你注意的 你在印刷的时候 在工作的时候 是用CMRK方式去预览 实色的时候 要把一色避免掉 还有一件事 你是需要干的 去买一本色标手册 放在暗头 什么叫色标手册呢 因为如果你要是真正设计到 经常是要设计到印刷的情况下 你必须知道那个片子 那个颜色印出来是什么颜色 是不是 你凭感觉 有时候你显示器不准怎么办 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 你敢说你显示器很准吗 没人去做 而且显示器虽然说是需要校种 但是你需要一个特定的空间 去校种它 也很麻烦 所以最方便的方式是什么 你直接去印刷厂 跟你长期合作的一个印刷厂 你说把你的色标本给我一本 它会给你一本 如果它不给你 就买一本 也无所谓 给你一本色标本 这个色标本就这么大 一个开放 这么厚的 全是铜板纸印刷的 铜板纸印刷里面全是色块 全是色块 那么色块的四个角上 就是CMYK的色值 直到你一对比 你就知道这个色块 是CMYK多少 明白吧 那么它会有一个小的卡片 那个卡片 比如说一个白纸的卡片 或者一个黑纸的卡片 中间会挖一个洞 你把那个洞 放在一套的颜色 这个是白底上 它印出来这个颜色 黑底上 它印出来这个颜色 明白吧 你去看那颜色 真正我要去印颜色的时候 我是不是凭感觉 我要是印得很准 我就拿色标本 我要印块这个颜色 我就查一下它色值 CMYK直接输进去 保证你最后印出来是准的 懂了吧 就是为了保证所见即所得 为了保证所见即所得 你需要干的工作 教终显示器 买色标纸 在CMYK里面工作 把益色避免掉 知道吧 这些都是保证 你不会印刷出出问题的东西 当然随着科技的 进一步的发展 将来有一天 显示器会跟印刷的颜色 非常之一致 非常之一致 但是这个价钱 非常之昂贵 你们看过那个广告吗 就苹果有一款显示器 非常之准 颜色非常之准 跟印刷出来是完全一致的 它做了一个 那年它推那个显示器的时候 它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广告 就在那个进门的一个大的厂商里面 一个非常大的海报 那海报 知道吧 是一大盘水果 是一大盘水果 很新鲜 各种各样的颜色都有 一大盘 一个特别的海报 一看就是海报 等你走到公前 真正走到真正去发现的话 你会发现中间有一块被挖掉了 中间那一块是显示器 知道吗 中间那块被挖掉 中间那一块是显示器 它跟周围的颜色完全一致 那就非常准了 是不是啊 那你一看没得说了 一看价钱 还是再回头再说吧 是吧 就太贵了 所以这就是显示这方面的问题 因为我们现在很少 现在其实液晶的显示 要比CTR要 CRT要准很多 尤其苹果在显示上面 确实很准的 所以现在就是这样一个情况 那么我就提醒你们注意 RGB和CMR的关系 对不对 一个是加色 一个是碱色 那么因为印不出来是黑颜色 所以单加一个K值在上面 CMRK的颜色关系 搞清楚 我们也知道的LAB 现在回头想想 我们讲到几种颜色模式 四种 第一种是什么 HSB 基于什么 人眼的识别 是不是 第二种是什么 RGB 基于什么 光 是不是 基于光 第三种是什么 CMY 基于什么 色 它是幽默的印刷颜色 对不对 还有LAB 基于什么 大自然 是不是 我们可以把它推理出 一个大自然颜色库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 第一节课需要干的工作 就是先搞清楚 颜色空间和颜色模式 这个对你来说很重要 然后就一定要知道 加色和碱色的关系 一定要知道 加色和碱色的关系 理解完这些之后 我们就知道 颜色的第一个体系问题 我相信我再不用考大家 大家都知道了 RGB的问题 好 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 我刚才讲课之前 我说要讲三个问题 对不对 第一个是RGB CMY 颜色空间的关系 第二个问题要讲什么 分辨率 对没错 分辨率的问题 非常简单 大家都会知道 我简单一带就可以说完去 但是我是要大家知道 很多分辨率的情况 是有误区的 第一个分辨率的误区 是分辨率一定是越大越好吗 不一定 第二个分辨率误区 分辨率的单位 到底是什么 这是两个需要 给大家阐述清楚的 明白一下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现在说 什么叫分辨率 因为Photoshop 跟Illustrator不一样 Photoshop是一个 位图的处理软件 Illustrator是一个 矢量的处理软件 那么这两个软件 有什么差别吗 位图是基于像素的 矢量是基于路径的 是不是 矢量是基于路径的 像素和路径是两种图 我们一般会 有这样的说法 就是说Photoshop的处理 叫做图像 Illustrator的处理 叫做图形 你和图像图形 有什么差别呢 我们一般会把图像 就归类在 像素这一类上面 而图形呢 就类在矢量那一类 就这样去划分它 当然只是这一种说法 你知道就可以了 既然是基于像素的 很多东西 它就必须靠像素来实现 Photoshop所有的照片 数字的画东西 都是靠像素来实现 那么像素就是整个 构成图像的最小单位 对不对 它是构成图像的最小单位 那么这个最小单位 小到什么地方 就是小到一个像素 那么像素它的特点 像素一定是正方形的 像素 一个像素里面 只能有多少个颜色 一个颜色 是不是 但是它呢 因为很小很小 因为它是构成图像的 最小单位 就像细胞一样 非常之小 越来越多的像素 构成越来越多的细节 让这个片子产生的很丰富 那么这些细节 到了细到什么程度 就取决于你图像的分辨率 是不是 我们一般都知道 图像的分辨率是多少 在网页上图像 分辨率一般多少 72 所以大家都会这么去说 但是往往就会犯一个臭 就是72后面 一定要跟单位 72什么 你看大家就会比较 有人说是DPI 有人说是PPI 是不是 有人说是 还有什么 差不多就是什么DPI 是不是 PPI 还有LPI 很多种像素在里面 所以你一定要跟单位 那么PPI指的什么意思 Pixel每英寸 就是像素每英寸 就是在每英寸的长度上面 有多少个像素 有多少个像素 这是我们图像中一般常用的 显示器有时候也会听到 叫做DPI 是不是 那叫什么 点每英寸 达音器有没有分辨率 也有 也叫DPI 那叫什么 每末点每英寸 是不是 印刷有一种 私网印刷里面 私网印刷里面 还有一个东西叫做 叫做网评 那个网评的印刷模式 叫做LPI 这都是单位 所以你下次记得 再说到这个分辨率的时候 一定要跟单位 单位情况下 也要跟清楚 像素图像分辨率 也有像素每英寸 和像素每厘米的之分 是不是 所以一定要搞清楚 单位的在什么地方 这是第一位 我们来说 我们刚刚说图像中的像素 一般是多少 72 是不是 在网页上 一般常用会72PPI 叫做72像素每英寸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在 每平方英寸里面 有多少个像素 72 不对吧 72每英寸 是一个长度单位 我问的是 在每平方英寸里面 有多少个像素 是不是72乘72个像素 就是说 每平方英寸有多大 可能也不是很大 也就这么大一块 在这么大块里面 有多少个像素 有72乘72个像素 5184个像素 这么大块里面 有5184个像素 小不小 这么一个像素 点小不小 你挤到这么大一块 5184个里面 挤到这么大一块 小不小 非常小 是不是 非常小 非常小 所以你能够看到那些像素 基本上看不到 通过什么才能看得到 放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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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才能够看到那些像素 是不是这样的感觉 是不是 比如说 像这样的照片 你会觉得 没有问题 但是当你去放大它 再放大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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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什么了 再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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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什么 是不是像素啊 是不是像素 我再给你放大 是不是像素啊 每平方英寸 大概5184个 每一个像素都是什么 正方形的 都是正方形的 都是正方形的 而且每一个像素只能有一种颜色 是不是我刚才说的 是这样 那么在每平方英寸里多少 5184个像素 多不多 真的很多 但是有些人不这么认为 有些人说 好像在印刷里边 用72像素每英寸去印刷 那就报废了 是不是 大家很能知道 印刷的分辨率应该给它多少 多少啊 要给它300像素每英寸 是不是 300像素每英寸 那你告诉我 它们两个有什么区别吗 原来在每平方英寸里边 有多少个像素 5184个 现在如果把它改成300 PPI的话 在每平方英寸里边 还是这么大位置 要几多少个像素在里边 要几多少个 9万 面积是不是没变 像素变什么 更精细 是不是 那这意味着什么 是不是意味着更多的细节 是不是意味着更多更多的细节 是不是 所以你瞧 印刷必须要到这个位置 那么印刷为什么要给它300呢 是因为墨点要跟它匹配 显示器上显示 为什么要给它72或者给它96呢 因为它刚好跟显示器的分辨率的匹配 明白吧 所以这是有道理可查的 不是说没有道理可查 它是有道理可查的 那么当我的墨点 大到跟像素要是重合 那我就没法看了 所以我的墨点 必须跟像素要非常小 非常小的墨点 才能够把这印出来 那墨点要是很大 你看的东西就很糙 那盗版图书一般 采用那么低的分辨率去印 是不是它印出来就很虚啊 或者很花啊什么之类的 明显看出来是不对的 OK 那么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分辨率的问题 分辨率 所以一定要知道72根像素 那么我问大家的问题 是这样一个问题 如果你学完我的课 变成了一个Photoshop的高手 去到单位去工作的时候 你们工作的那个老板 给你安排了一个任务 说你去给我们网页上 首页上做一张照片吧 我们现在需要一个形象页的照片 这个照片呢 是10公分乘10公分大小 你去做一个吧 好 你回来准备做了 先告诉我 新建的时候 这个片子的 这个片子的 这个颜色模式应该给成什么 这个别忘了 然后它的尺寸应该给成多少 10乘10吧 10公分乘10公分 然后它的分辨率应该开多少 72什么 像素每英寸 一定搞定 像素每厘米大很多 对不对 72PPI像素每英寸 OK 好 这别犯错 我给你去做 花了三天三夜 用到了我教给你的 无所不能的技巧 终于做出一副 令人非常满意的作品 你们老板一看 非常高兴 哎呀 准备给你加钱了 做得很好 做得很好 你觉得很满足 这时候呢 那么老板说 哎刚好我们公司有一个宣传手册 那手册上面也缺一个10公分 10公分的图片 那么你该怎么办 一模一样 能不能拿过去用 可不可以拿过去用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啊 为什么不可以啊 我改一下分辨率不就行了吗 分辨率不一样 我知道我改一下分辨率 我把器材改成三秒 不就行了吗 可不可以 我们试一下 大家先看一下 现在这张照片是百分之百显示 是不是 是百分之百的状态在显示 大家从这个标题上面 可以看得很清楚 百分之百吧 相当于是什么 圆大 是不是 相当于是圆大 那我现在通过一个方式 大家都知道图像里边 有一个叫做图像大小 这条命令 对不对 我通过这条命令呢 可以改它的大小 现在看一下啊 在这参数里面 它的像素大小是1.37兆 就是说一个像素 一般对应一个子节 它原大是800乘600 文档是28乘27 现在是多少 72什么 像素每英寸 是不是 像素每英寸 多简单 我把这改成300 不就行了吗 大家看 我在改这个数据的时候 有一个东西也发生变化 这变了没有 没有 那变了没有 他说现在像素变成3333乘2500了 而且之前只有1.37兆的文件 现在变成多少兆 23.8兆 我刚才说过 一个像素对应一个字节 对不对 一个像素对应一个字节 当把它变成这么大的之后 我想问 这二十多兆数据从哪来的 是原来的信息吗 这二十多兆的信息 是不是凭空捏造出来的 基本上就算是吧 因为它不是原片所带的信息 原片只有多少 1.37兆的色彩信息 现在扩了二十多兆 这二十多兆的色彩信息 从哪里来的 捏造 凭空生出来的 它只不过用那些算法 把它算出来 是不是 它只不过用那些算法 把它算出来 那么这些信息从哪来 是原始信息吗 不是 所以这些信息就是 它是靠复制旁边的颜色实现 它是靠复制旁边的颜色来实现 那么这些色彩信息 会给你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 我们确定一下 看一下 注意看 百分之百的大小 我确定 现在依然是百分之百 是不是 但是这个画面 是不是一下被撑到很大 我们刚才变尺寸了吗 没有 没有变尺寸 为什么这画面现在放不下了 为什么 因为刚才有人说对了 显示器分辨率变了没有 没有 显示器分辨率没变 显示器现在依然是多少 原来是72 显示器也是72 一个像素对应一个位置 所以是原大显示 显示器还是72 但是你变成300了 我就要放你 我得扩四倍才能放你位置 所以画面一下 也被撑到很大 理解不理解 就理解吧 所以显示器没变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画面 操不操 操不操 大家有没有觉得 这个画面中很多细节被丢掉了 你看这些人 是不是都非常之模糊啊 是不是非常之模糊啊 完全清楚 所以显示器就这种笑话 花掉了 为什么要花掉 因为它是靠复制旁边的颜色实现 它原大是很清楚的 是不是 因为离得很远 但你看着很清楚 那么刚才这一步的工作 实际上是有这样一个东西 在这个位置定位的 就是当你把它由72变成300的时候 实际上这地方有一个差值 我们叫做重定图像像素 对面有个差值 有个差值 什么叫差值啊 就是两个数据中间插入一个值嘛 对不对 这差值 OK 你们要考 Nobi的ACCD那个 PRO那个证书 是不是啊 这道题要考的啊 所以我告诉你啊 这道题是要考的 大家问你差值是什么 怎么回事 怎么换 它有三种差值 一种是灵近 一种是线性 一种是立方 是不是三种啊 对不对 那么在立方上 又扩出来什么平花和锐利 那无所谓 就是说它有三种差值 灵近 线性和立方 那么这三种差值是什么差 我刚才说了 我现在是从一照 忽然扩张到二十多照 是不是啊 很多信息被加进来 那么就相当于 我要靠复制旁边的颜色来实现 复制旁边的颜色来实现 那么在这个差的过程中 有很多值的算法在里边 有灵近线性的地方 它怎么算呢 很简单 比如说灵近 它就说 举个简单的例子 我们要在四和六中间要差几啊 除了五还能差几 五点五就也能差 这取决于什么东西 取决于你用什么方法去算 第一种方法 灵近 就是说灵近是怎么算的 我举个很简单很形象的例子 你们就感觉到 灵近的算法很简单 就是我要中间差一值 我看看我左边 我再看看我右边 两个一平均 我就算出中间这个值 对不对 线性是怎么算法呢 我就 我看看我左边 我再看看右边 然后再看看我上边 我再看看我下边 我再算一个东西值 是不是要多一些了 OK 那么两次立方是怎么算的 我看看我左边 右边 上边 下边 我再看看我左上方 右上方 左下方 右下方 我八个这一平均就算出来 你明白 所以说这三种效果里面 哪种效果最好 哪种速度最快 灵近 明白吧 明白了 就这么简单 我告诉你 他考试考就考你这个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应用的技巧 有一个应用的技巧 一般对于灰色的位图 这种方式要比这种方式好 明白吧 结构线条 轮廓越清晰越简单的 这种效果要比这种效果好 颜色越复杂的 用这种东西 线框越简单的 用这种东西 比如说你可以试一下 试一下什么东西 你没事啊 你把这个 就我现在这个东西 现在这个界面 你把它拍 就把这个界面拍成一张屏 就print a screen 知道吧 打印屏幕 你把我这个界面拍下来 就把我这个界面拍下来 就当前这个文字 这是不是就是 笔画加白底 没有东西 你把它当成一个图像去看 这样的一张照片 就是现在这样张照片 你要把它放大 你要用两次立方 放出来字是虚的 但是如果你要用灵近 这个字还是实的 非常清楚 明白吧 它有它的算法 它算法不一样 所以这是一个技巧 这是一个工作技巧 你知道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知道了 重定图像像素 差值的算法在里边 我们再明白 这个原来它有不同的算法 那么你把72变成300之后 能不能放去印刷呀 能不能放去印刷 不能放去印刷 为什么 虚的 因为那些值都是什么 无中生有的 是不是 都是靠差值换算出来的 我希望 有一天 技术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图像可以任意的放大缩小 而不受任何耸识 这一天迟早会到来的 现在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东西 很多人在研究这个东西 可以做到无耸 但是我觉得 近一两年可能性不大 所以这个知识点 你现在还得会 将来有可能说 那对就无所谓的 图像可以任意的放大 做脚 不受损失 有可能会这样 只要有计算机 有更好的算法 它就应该能算得出来 你没有看到那个 那个国外那个电影里边 记得不记得 国外电影里面 拍了一张照片 拍了一张照片 很模糊 然后通过 越来越清楚 那绝对吹牛了 是不是 如果要有这个技术 为什么现在不拿出来用 这么多设计师 等着把小偷放大 是不是 不太可能 他就是玩笑而已 就是这样 好了 我们现在知道这个问题了 知道这个问题是 72像素每英寸 你知道这个参数 我说改300 可不可以改 不能改 那么有没有别的办法 把你那张在网页上 做的照片 放在印刷品上去呢 什么办法 我告诉你 最好的办法 对 重做一张 这是最好的办法 没有办法 重做一张 OK 重做一张 明白了没有 一定重做一张 好 重做这张照片的时候 我问问你们 新建这张重做作品的时候 是用到印刷了吧 记得不记得 那么颜色模式 应该给什么 应该给什么 RGB 对不对 分辨率应该给多少 300 300什么 多少 像素每英寸 使重给到多少 多少 10.6 乘10.6 为什么 印刷要在上下左右 各留三毫米的出血 明白了没有 如果是印刷作品 上下左右 各要留三毫米的出血 明白了没有 所有的知识点 都是被融汇起来的 我讲的就是这么讲法 你理解吧 每个知识点都会告诉你 每个知识点都会告诉你 一定印刷是10.6 乘10.6 OK 这就是我们知道 这所以 我还告诉你 另外一个方法 不用重做也可以 这个大家都很 激动没听 那么只要 那这1.37兆数据不变 是不是意味着没有损失 对 是不是意味着没有 没有损失 是不是就清楚的 是不是 所以瞧 我把重定图像像素 去掉 把72改成300 1.37兆变了没有 没有 你只能印6公分 明白没有 靠牺牲打印尺寸 来去做它 原来多大 20多公分的 是不是 你现在只能够印6公分 明白 这就叫 在原来像素不变的情况之下 没有任何损失的情况 其实我告诉你 放大图像 是不是有损失 大家觉得 缩小图像 有没有损失 也有 你缩小还没有损失 对不对 肯定是有损失 所以放大 那么只有这色彩 C7不变的情况 是不是没有损失 是不是1.37兆没有变 那么我靠牺牲打印尺寸 来把它印出来 你说可以 不加班的话 就只印6公分就可以了 原来20多周 里面搜叠图了 那么这个理解了吧 只要没有任何损失 也是一样可以实现 好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 分辨率的问题 分辨率的问题 那么我们来回头看一下 我们来回头看一下 分辨率的问题 我相信大家都没有问题了 看看这张图片 稍微总结一下就知道了 所以说 这张照片和 这张照片 大家看一眼 现在 两张照片放到这个位置上 这个笔尖 是72ppi的 所以它的像素会什么 很大 是不是 很大 但是你看到是精细的 但是如果我们把它放到这边来 这个图片同样是它 但是如果是300ppi的 这个分辨率就会变成什么 像素是不是就很小 为什么 单位里面原来是5184 现在变成多少 9万个 非常惊喜 非常惊喜 所以细节你可以看得到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什么 我现在大家都知道 那么为什么 为什么一个片子 在72ppi的时候 放到100% 可以看到原大 但是要放到 640之三 你会发现 显示器不同 你看到这个片子 是不是大小也不一样 是因为显示器分辨率 是不是在变 是不是在变 对不对 那跟我刚才看的一个问题 大家是明白 我刚才 100%的时候是 原大 可以放在整屏里面 我把它改成300之后 是不是放不下了 为什么放不下 是因为 显示器的分辨率没变 你要想 全部放下 怎么办 换一个34层大液晶 你就可以都看得到了 是不是 因为显示器分辨率相当是变 就可以看得到这个东西 好 分辨率的问题就这么多 那分辨率单位搞清楚 像素每英寸 是我们图像中常用的 是PPI 除了这个以外 大家还要记得 另外两个分辨率 一个是DPI 叫做墨点 就是印刷里面打印的时候 那墨点 也是叫DPI 是墨点每英寸 还有显示器的分辨率 也是DPI 那个是光点 对不对 每英寸 还有在印刷里面 有种四网印刷 是线每英寸 就是网评 我在讲到网评的时候 再去说它就可以了 OK 印刷的问题也讲完了 好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 说来说什么 图层的问题 是不是 要给大家讲一下 Photoshop图层的问题 那Photoshop图层的问题 我们一句话把它带过去 几句话把它带过去 不要一句话 带过去的目的是什么 因为图层 大家一直都在用 一直都会用 很简单 你要记得 就在Photoshop里面 Photoshop最早提出了 有关于图层的 这种设计方式 给大家提供了 非常大的便利 现在大家很多地方 都会看到图层 是不是 都会看到图层 那么 在做一幅作品的时候 你往往不需要 就是在一张照片去做 而是需要 建很多个图层 通过合成 那么图层有点像什么呢 用一句话来解释 有点像 透明的玻璃纸 是不是这个感觉 透明的玻璃纸 那么你在这种 透明的玻璃纸 比如说你有做一幅作品 有很多张透明的玻璃纸 你先翻下来一张 画一个乌龟 再翻下来一张 画一个太阳 再翻下来一张 画一个马路 就是乌龟朝着太阳 走在马路上 是不是 这乌龟不好看 把乌龟这张撕下来 这叫什么 删除图层 然后再翻下来 画一个美女 这美女走在马路上 这就可以改图了 而不用把马路擦掉 也不用把天空擦掉 是不是 图层的操作方式 非常的简单 非常方便 你要记得 习惯性的建立图层 但是 Photoshop到今天为止 图层的这个概念 就非常广泛 现在有图层级 有图层合成 有虚拟合成 有那个Cumple Layer 就是那个合成图层 合成层 甚至不用在 拼合图层情况下 可以看到最终效 可以看到最终效果 有很多人选择方式 那么这些东西 都是Photoshop CS里面 新增到的一些功能 我们会在讲到它的时候 再去讲到它 我们这个支支点 就在开Photoshop 之前的支支点 就先告一段落